王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 婚后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张先生是一名企业高管 年薪60万 我经历过三家工作都是六七千人 上万人的 我也管理人 携手15年的婚姻 王女士卑微地像丈夫身旁的一棵小草 他在我心里中已经形成一棵大树了 可能是因为我太见过就很难见了 导致他很看不及我 我为悲哀的时候我没有戴好他 我觉得我自己很悲哀 张先生不惜一切 想要摆脱这段婚姻 我计算出了立刻马上前行 每刻我都不想到 我的下半辈子可能还有点旧 蹊跷的是 面对丈夫如此傲慢的态度 王女士没有愤怒 没有抱怨 而是淡定的认错 道歉 以求原谅 王女士越是低到尘埃里 张先生越是反感 越是厌恶 我不想把他当成包 我也不想整天看到他低门睡眠 一个卑微挽留 一个自负决绝 夫妻间这种不对等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最终他们15年的婚姻 是分还是合 一起关注今天的调解 低到尘埃里的挽留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分别是王女士和张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和睦相处 不离婚 你对这段感情 还是舍不得是吗 是的 割舍不下 张先生 你呢 没什么好说的 离婚 我觉得我跟他 在一块不舒服 我觉得我们很多方面 都谈不到一块 最直接的就是 上这里来 说实在我是不愿意来 包括我现在 我都是很排斥 我是一个职场的人 我把面子看得很重 我不想被大家来一个评判 来驳斥 到这里来 我希望马上就 把离婚协议 结完 就是 一天我都不想等 一个小时我都 我很悲哀我自己 我这么多年 对一个傻子在一块 我很伤心 这么长婚姻里面 他对我也很好 我对他也有很多的好 当他第一次说他欠账 欠了还不起的时候 我找我的亲戚 记了28万 当他第二次说 他的账又滚蛋了 我又找我的亲戚 又记了十几万 又把他先顶上 他总结我们 这么多年的婚姻 或是我所有的好 他冒我是傻 我很不能接受 即使 刚刚他说出了 这些话的时候 你依然是想挽留 这段婚姻 是的 因为我走不出 这段感情 我割舍不下 面对丈夫 当众否定和羞辱 王女士伤心哽咽 想必类似的语言攻击 已上演过多次 可即便如此 王女士依然想挽留丈夫 还多次帮丈夫还债 那么这样一个 有情有义 深爱自己的妻子 为何张先生 却表现出不屑 嫌弃 甚至唯恐避之不及 一切还得追溯到2015年 正是在这一年 妻子做了一件错事 一件让张先生 一辈子都不能原谅的错事 我母亲生病 是2015年的时间 那时候 我那么删心的解释 他给我态度说 这个治不了了 还浪费什么钱 妈妈得了什么病啊 卵巢癌 我没有向他说的说 不安慰他 还说这对癌 不要拿钱 这只没有 你给老爸发信息什么 你言本给大家念出来 我给我的老公公 发了一个信息 老人生病了 家里面有弟弟妹妹姐姐都有 要的这笔费用 是特别大的 因为我老公上班 还要养了我们 还要养了父母 父母又生病了 在医院住院 住了一年半 所有的生活费 医疗费 化疗 然后又打营养 所有的费用 全部从我老公这里 我老公公又没钱 他就拼命地贷款 拼命地贷款 我知道他没有那么多钱 那时候就特别担心 这个钱的事情 我就发了一条信息 希望我这个老公公 就持公道 希望能 准备几个艺人拿一点 有多拿多 有少拿少 不要钱不从我老公这里出 这样子他也扛不住 打狗看住人 他作为一个 展示妇 他背着我 给老公公公发这种信息 他什么意思 我没想过这件事情 这么严重 因为我当时发的信息 仅仅是想让我的老公公 主持公道 有多拿多 有少拿少 大概出了多少钱 贷了多少款 花了五十万左右 这五十万全是你老公 一个人出的 贷了多少款呢 基本上钱是贷款 五十万对你们家庭来说 很困难 因为才买了房 买了车 本身就有车贷和房贷 就还要生活 有两个孩子 我跟他说了 说这个钱 不要这么拼命 当然地给 他不停 他叫我不要管 我忍了很久 我忍了很久 我都没跟他讲 我父亲也跟我讲 说不要跟他说 对他没有这回事 他刚刚说的是不是属实 那我就把背景给大家说一下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人 我是第一个乡镇上面出来的 985111的大学生 父母其实跟我上学的时候很困难 那么多的兄弟姐妹 我很不容易考出来了 我工作之后呢 对吧 我做学贷款 包括我要负担父母 包括之前那个上学的 这个家里面借的钱 这都是我的负担 我做一个长子 我平时对这个父母 没有尽到出力的这个行为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钱上 我多出一些东西 这是你的考虑 所以赡养父母的事情 你都管了 是的 为什么要你一个人承担 因为他们没钱 因为他们平时出力多一些 那我就多出点钱 身为长子 作为唯一靠读书乐龙门的 名校毕业生 张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 有义务承担大家庭的一切 可即便全力就职 母亲还是在一年后离开了人世 母亲去世后 伴随紧张的夫妻关系 张先生积蓄多年的怨气 也一股脑地爆发了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 我的父母打过一次电话 到公公婆婆那边 他连做个样子都不愿意做 因为他很排斥我这个家庭 每一次春节 每一次回老家 我们都要吵架 2019年春节 张先生像往年一样 带着妻儿回老家过年 果不其然 又出事了 2019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 孩子在城市长大的 到农村去对吧 觉得都很新鲜 对吧 都很好奇对吧 到田里面去抓着蝌蚪 都很正常对吧 他就嫌弃说 这个孩子会把身上搞脏了 说孩子想跟姑姑去住 住一个晚上 他都不同意 十点多 把孩子从姑姑家救回来 之后 当时我们那边 把孩子搞得哭哭啼啼 我很恼火 我打了那个 因为我实在忍不住 你小宝在睡觉 之后他把大宝搞得挖挖叫 把孩子打到挖挖叫 你觉得这个方式合得对的吗 所以你也动手打了 是 因为每次回老家 就是全天只玩 他从白天玩了 晚上还玩 我是希望他玩半天学一点 是这个意思 每次只要一回老家 就是全天放养 每天就是滚的意思 你这样子 你觉得自己有错吗 他打我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对孩子过于严厉这一点 我还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你是全职在家里管孩子的 对 我组内他组外 两个孩子 所以学习 日常生活 洗漱 基本上都是我在管 辛苦不辛苦啊 不觉得辛苦 那是19年的事情 在后来呢 你打了他这件事 最后怎么处理了 他说离婚 我说离婚 那时候如果说 不是我的父亲 跟我弟弟拦着 2019年我们肯定就结束了 你有跟你父亲说过吗 表达过你想离婚 我担着面 跪着我 跪在我父亲的面前 我说你们不要担着我 你们对我的伙伴们 你们是负不了责 你们不要担着我 但是没办法 我忍了 他打了我 当时在妾头上接受不了 所以就挺 但是我内心来讲 还是不想离婚的 你有没有想过 张先生刚刚说 其实在那一天 他就想跟你离婚 他心里就 已经下了这个决心 他说他甚至跪下来 求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 不要阻拦他这件事情 能感受到他当时的那种愤怒吗 能感受到 你认为他说离婚是 假的 愤怒是真的 离婚是假的 对 在那件事情过天之后 我没有多想 生活还是继续 从对妻子愤怒挥动拳头 到向父亲下跪求离婚 张先生对婚姻是绝望的 他对妻子的忍耐 也已逼近极限 一九年春节 从老家回来之后 我整首整首失眠 我很纠结 丈夫的煎熬 王女士并没有察觉 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 让本就僵持的夫妻关系 再次跌到冰点 我说孩子大了 目前这个房子 不舍得卖的话 到学校旁边 租不大的房子 孩子也不影响上学 而且住得很宽敞 而且我们也 条件也能承担得了 你去找人 你觉得是满意 我们就办 这是他的态度 那我去找好 我觉得很好 我就把他布置得很好 带他们去看 我们什么时候来搬家 他上去那个嫌弃 真的 我永远都记得 他那个表情 很嫌弃 很嫌弃 按照以前的这个脾气 我可能会跟他吵 但去年我没有 我一号都不说 好 你们不搬就算了 在你打算换房子 你刚刚说了 是你的精神状态不到好 那个时候你们住的房子 很小是吧 对 你们家四口人 对吧 是怎么个居住的情况 我自己有些时候睡次 我有时候睡沙发 对吧 大宝有时候他想睡次 那我就睡沙发 主卧室 主卧室 他带的小宝税 我说我们想做点改变 对吧 哪怕我现在把这个房子 租出去 基本上也不用多花什么钱 他就不同意 在我去看了之后 发现那个房是六楼 完了没有电梯 家里面是我在负责 我在想 天天爬楼梯 采购予没有现在这个方便 六楼 你带着大宝小网 我天天要买些牛奶呀 菜呀什么都要往上扛 我就 就没有同意 这件事情是我做得不对 如果重新限制一次的话 我肯定会限制同意 哪怕我天天往上扛 我都会 六层楼的那个房子多了 人家不是住得好好的 还都是老爷爷老奶奶 他一个年纪 亲近的人为什么坐不来 所以刚刚这个房女士说了 如果还有得选择一次的话 他会同意 不要再说这个 晚了 没有必要 他刚刚说的那些 他在现实生活当中 要面对的困难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六楼 他带着两个小朋友 每天要上下 大宝都四年纪了 爬个楼怎么了 那小朋友 小朋友 小男孩四岁 还去练篮球 断练一下身体怎么了 他每天要买菜 要买东西上上下下 怎么叫每天都要买菜 提个牛奶 一箱牛奶有多重 他眼尊处又惯了 这点苦都吃不了 这件事情一直在他心里 就像一个卡一样吧 当好心改善居住环境遭剧 张先生就像泄了气的 皮球 他不再对妻子抱期待 也不再对婚姻抱幻想 既然妻子不肯离婚 他干脆逃离 原本以为分居两地就相安无事了 没想到接下来王女士 做了一件这样的事 结果在今年的一月份 他应该是穿股票亏了 他背着我跟我妹妹去借钱 没接到 他说是我跟我妹妹家 不借钱给她 在张先生看来 妻子的行为无厘头 又不可理喻 他的耐心也被消磨殆尽 不论妻子如何解释道歉 他都无动于衷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我跟他解释了 我跟他说对不起 但他不原谅我 那么在张先生 决绝离婚的背后 到底还有什么原因 比如说叫他练车 要十遍八遍 还是一样的道理 P胆在哪里 D胆在哪里 还是不懂 我真的很累 每次叫他练车 我都在吵架 这个会影响到 你们夫妻感情吗 我觉得会啊 那比如说 现在这个都是智能手机 对吧 新手机对他来讲 是新的 对我来讲也是新的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 下个APP 孩子点点点点 这个APP就下出来了 叫他几遍 还是不会 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确实是要 各方面提醒自己的能力 不管是开车 还是涉及到网络方面的 不要积极成长 他只关心他的股票 他只关心他的股票 我这个K钱图 要怎么去研究 我明天先来职工 有没有可能张先生 人有不同的专场 他就不善于那些 他善于别的呀 他能把家照顾好 能把两个孩子教好 这是他的专场啊 我不想把他当成保误 我觉得我是在 不断地在学习当中 我给他很多的种 学习的机会 他不出去工作 也没有关系 对吧 但最起码说你这些 要跟得上时代 对吧 孩子你要培养 他根本就没有 自我想学习的一个意识 你要去以实际进 你肯定要学习很多东西 但是你要有这个 足够多的时间 基本上两个孩子回来 我就前程 陪完大宝陪小宝 就处于这种状态 这是真实状态 自己的时间比较少 然后好不容易求点空 我要赶紧看看 今天的盘面 我要去复习一下 然后看看 有关股票的时候 或者先哪只股 我明天守 他会什么走势 什么位置卖 然后下一只股 进什么样的股 这只股我要去分析 所以你虽然说我要成长 但确实对你来说 成长也是有些 现实的困难的 对 有时间上 安排上的困难 确实有 因为我还要烧饭 吃完饭 洗碗 洗澡 还陪他们大宝 陪小宝 各种作业 要看着 要辅导 明白 这个不算理 你是认为 他是主观意愿 不愿意去做 还是他确实 尽力也顾不过来了 人呢 我们只能赚 我们认知之内的钱 对 知道吗 你既不断突破 自己的认知边界 你才能把这个 自己的事业 包括你的决策 这个逻辑 把它提升起来 你说现在中国的股市 哪能是看 靠开线头去 去分析出来的东西 选股不如选试 你大势头 风头 你把握不好 你天天花那么多 我这个这个 哪只股票 怎么样 有用 没有 我炒股是从 07年开始的 那时候最开始 是我自己的局续 之后是 他拿给我的钱 去年 他给我30万 我花了一个半夜 炒到78万 最后我又把30万 转给他了 到现在就是 总体来说 是属于不亏钱状态 钱都不是问题 没了 咱们都可以在这 我有负债 100多万 100多万的负债 对 其实我对钱 没什么概念 我觉得钱 对我来讲 只是数字 如果说我们去年 不闹这么一出气 我人都厚得住 都没有问题 我去年 我的年薪都是60万 一年两年 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当时跟我说 是100万 事实上 他后来又说120万 机体是多少 怎么欠的 怎么滚大的 花在哪里 不知道 当他第一次告诉我 他欠那么多钱的时候 我至少哭了一个半月 那你没有问问他情况吗 他跟我说 就是说 是这样滚大的 值拿金 利息 利滚利 贷款 以贷养贷 这样滚大的 他跟我讲完之后 我很着急 我就找我的亲戚 先寄了20多万 然后赶紧把这个房产证 拿去办了抵押 然后抵押了95万 现在填住那个坑 给他还了之后 好像还剩20多万 这时候他把 原来的工作给辞掉了 他说他想换工作 之后因为他那份工作 做了不到半年 又辞掉了 信用金还没满 还没有拿到 什么60万年薪 没有拿到 一个月就比原来的工资少 不够还 因为本身就有房贷和车贷 又加上还有 没还完的账 又滚搭了 从内心来讲 我还是比较心疼他的 如果是他能还就还 如果他不能还就还 这篇炒股 想办法还 其实我觉得这个与离封 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钱我都承诺他 我说我马上会还 说实在我 马上重新找工作 其实也应该都是 几十万年薪的 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点钱 都不算什么 我现在正在谈工作 再怎么讲 也是50万起上 养育孩子操持家务 借钱还债 妻子的好和种种付出 张先生都不以为然 因为他始终在为之前的事耿耿于怀 说实在从19年或者从2015年开始 我就不把他当回去当妻子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到一个 进妻子的一个责任 王女士高中学历 婚后做了全职主妇 张先生名校毕业 做到了公司高管 不论从学历收入还是社会地位 两人的差距都很悬殊 那么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张先生说 他跟妻子相遇 其实源于一场浪漫的邂逅 这些都是一些浪漫的事情 我们是在火车上 后来我们真正 他们朋友的话 也可能有我姐的因素 我姐去深圳找工作 她就介绍到她那边公司去上班 我姐就觉得 这个小姑娘工作很用心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背景 就是说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她搬过我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比较穷 那时候其实她跟我姐 其实在一块上班 然后我用过她们的心 她资助过你 对 资助过我 那时候我最感觉的就是 我姐跟她 这两个年其实在我上学之间 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 其实从我一个男人的责任性来看 其实我应该对她负责任 毕业之后呢 我想弥补她 明白 那其实我们在同济内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相处很不愉快 也是三天一朝 两天一朝的 从我们的结婚 是因为意外怀疑 生活这么十几年 我发现 我们一点不合适 没有像她说的那三天一朝 两天一朝 没有 她参加工作之后 那时候我还在深圳上班 然后她就叫我把工作辞掉 她就把我挤到南京来 挤到南京来 我说那这么久 那我干什么呢 我就找了一个店开 我就开了一个店 还开了一段时间的 之后她说要孩子了 才把店转掉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会愿意资助她 在一个读书的大学生 因为我自己很渴望上学 之后自己因为那种 没有钱上学 突然间她说她没钱上学 我就感觉这种 有种同比相量的那种感觉 之后我就会 她说她没钱吃饭 或者什么的 我都会跟她汇钱 那个时候 你们两个就已经开始 谈恋爱了吗 对 找定份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深圳的时候 我种了一次六盒菜 在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两万块钱 应该很值钱的 之后我就买了一个 最好的手机 那时候若吉亚手机 摔都摔不坏的 结果她因为找工作 然后我就把我手机 拿给她出来了 她找工作 因为她人在广州 来了南京找工作 结果她拿了那手机 找工作回来的路上 不知道因为没路费 还是啥 就把我手机当了 她当时跟我说的 说我好几天都没睡不着 因为也很心疼 因为那个手机很贵的 但是好像你说 这些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还挺甜蜜的 对 因为付出不一定不快乐嘛 因为付出还是挺快乐的 但是今天面对 张先生这么决绝 付出还快乐吗 快乐 我虽然对她有很多帮助 但是我接受不了 她骂我是杀鸟 我对她所有的都那么好 很在乎一份感情 结果她骂我是杀鸟的时候 我还是很记住不了 还是会很伤心 但是为她付出 我还是很愿意的 依然如此 从控制医的时候 她应该有个 比较强的一个控制医 她就是OK 我想得到更多的关爱 所以她只想考虑她自己的 包括我们这个小家庭 我觉得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觉得婚姻 还要考虑大家庭的问题 她说的要成长 我也为其努力 各方面去提升自己 还是希望能够留住她 对 改变自己 对 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她很好 在我心目中 她依然像一个大树一样 我不想整天很闷雷眼 我也不想整天看到她低门顺眼 我不想这样子 你不想做那棵大树了 我不想不想被这么依赖 对张先生来说 当初跟王女士的结合 除了感恩弥补和责任 似乎还少些什么 而习惯了依赖养视丈夫的王女士 在默默为小家庭付出的同时 似乎完全没有读懂丈夫 有了矛盾 两人从争吵到冷战 再到末世 感情渐渐变淡 那么这样一段婚姻 还有维系的可能吗 又该如何来维系呢 观察员徐成刚率先发言了 做丈夫的 在这里顺便跟你说一声 金牌调解这个栏目 从来没有想过去消费 谁的生活 我们做这个栏目的 所有的初衷 都只是为了帮到更多的人 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你老说你的妻子 跟不上你的脚步 那我要提醒你 我们之所以学习 是让我们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是让我们不再活在本我当中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始终呈现出来的状态 是很自我的状态 那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人他学习获得的高度 还是比较有限的 你觉得你在俯视你的妻子 你至少目前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高 因为真正的成长了的人 他反而是海纳百川的 可能有一件事情 让你心里一直咯噔 就是这么多年来 他对你父母 都没有一个所谓的好脸色 尤其是孩子哭闹的事情 非要把孩子 从姑姑那里拿过来 非要不让孩子去玩 怕弄脏 表面上看是理念的冲突 而理念的冲突背后 显示出来的 又似乎是你妻子不识大体 如果我们硬要给他贴上一个 他不尊重我父母的标签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标签贴得有点过 因为通过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跟你的父亲 发了那条短信的那件事情 你妻子这样的行为 确实不大妥当 比如说至少他应该跟你商量一下 但从人性的角度 一个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 这么辛苦 还要背上这么多债 尽管你认为不要他还 他不会认为这个东西跟他没有关系 因为在他心里 他仍然会觉得 这是我们整个家庭 要去面对的东西 那从这个角度 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 妻子这个行为 也是可以值得被理解的 我并不是说你的行为错了 我也赞同你 不计结果地 去尽量地去挽救自己的母亲 这些行为我都赞同 我也是一个儿子 换我是你 我可能也会这样去做 但我希望你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给妻子强行地贴了一个 他很冷漠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可能你会有点觉得 我们会不会道德绑架你 真不会 跟他离掉了很简单 我只是很感慨 离完了以后 你们的生活怎么去继续 婚姻不管你怎么去经营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 不管我们去寻找什么样一个 我们自己认为完全契合的伴侣 到了生活的背后 其实你仍然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去调整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离婚不是一种解脱 除非通过这次婚姻 你有真正的感悟和成长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 当你一直用一种抱怨的心态 去看待你这种婚姻 当你始终以一种指责的姿态 去看待这个你想要离开的人 那至少证明你并没有在这段婚姻当中 吸取一些教训 或者说让自己有一定的成长 王女士和张先生 无论是何还是离 终归有你们自己的理由 这些年从这个六六的双面胶开始 就很流行的一个词 叫做凤凰男 全家举家之力 全村举村之力 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跳出农门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可能就铸造了 在未来的某一些特定的性格 和人际反应 凤凰男到底该不该嫁 能不能嫁 我觉得这是要看是真凤凰 还是假凤凰 什么叫做真凤凰 我个人理解为啊 无论男女 第一 不能打肿脸冲胖子 不要觉得自己有非凡的超能力 打肿脸冲胖子 最后的结果就是 很可能不仅自己远不了这个场 后面还需要很多人 来帮你去补这个窟窿 第二 我认为真凤凰 他不应该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我相信他们都经历了很多 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他们一层一层的蜕变 然后变成现在的自己 所以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 他们身上也确确实实有很多优点 比方他们聪明 他们坚韧不拔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 这很容易造就他们的优越感 或者他们喜欢去拯救别人的那种心态 在婚姻里他们会认为 他们的配偶 无论对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因为我很优秀啊 第三点 我认为什么是真凤凰 可以把家庭关系 以夫妻关系为核心 而不是习惯性地将原生家庭 置于现在的小家庭之上 他的配偶如果不迎合 很有可能就会被定义为忘恩负义 我不能忘恩负义 你们也不能忘恩负义 一个真凤凰男或者凤凰女 应该是尽力地帮助自己的家庭 但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在不过多地影响到自己小家庭 生活的范围内 最后我想说一句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玩人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性 都有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人 真实的人意味着什么 清楚自己的优点 也接受自己的缺点 如果一个人只愿意看到自己优秀的那个部分 而不愿意去接受那些可能让自己觉得很难堪 很过不去的缺点 不足的话 那么终有一天 他会被现实打得头破血流 王女士你知道你先生为什么要坚定地跟你离婚吗 我特别仔细地观察了整场 我觉得确实你让他受不了 而你让他受不了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对他的依赖 而是因为你内在拥有一种 他特别渴望拥有 但他没有的东西 自我 当你去给你的公共发要求公平的短信 其实也是我的生活 我的脚家庭 你是有一个自我意识 你是有边界感的 而这些对于你先生来说 太奢侈 他没有 他没有不是因为他不够强大 而是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内心不能装下他自己 因为要装着 需要去胆恩的 需要去牵挂的 需要去拯救的 那些家人 在他心里看来 你既不是985又不是211 你连大学你都没读过 你也没有去正常地去转过年薪上过班 你怎么就敢去维护你自己的利益呢 你哪来的这雄心豹自胆 你哪来的这份自信呢 我上了大学的人 我这么能挣钱的人 我都不敢做的事 你居然敢做 这种放在一起的比较 就会让他有一种被贬低的感觉 那这种被贬低感是你先生非常痛苦的 所以他对于这个东西 他有特别强烈的愤怒 整场你先生都是像一个受惊的小刺猬一样 把所有的刺都扎着 生怕有人去批判他 比如说主持人张晏 问他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六楼你妻子说的那个 也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原因 带着两个孩子每天要爬楼 但是他的回答的模式是什么 那些老爷爷老奶奶都可以呢 别人都可以呢 他用的是一个对抗的一种模式 因为在他目前的这种 心理力量的状态下 他承受不了任何批判的 指责的质疑的这种声音 而带来的愤怒 就会让他无所适从 就会让他想要逃开 听了大家的分析 张先生还会坚持离婚吗 观察员徐晨刚带着他来到密室 那你接下来回去以后 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会不离婚我就办出去做 不要拦着我 没有挽回你 这么多年我预设他在骗救他配合 我们先不说负债问题 钱没了咱们就慢慢赚 那我该少他的不少 从零八年到一九年 我给他的炒股的钱 他自己应该很清楚多少钱 那些钱如果说没有亏掉 足够我们另外一套房子 妻子炒股亏钱 张先生没有过多指责 家里的所有负债他也愿意承担 他只有一个诉求就是离婚 除了场上谈到的离婚原因 张先生说他心里还有一道过不去的坎 其实我是一个孝心很重要 这个很应该 我对付我父亲其实挺愧疚 我去把他接过来 不客气 他不允许父亲过来 对 他说没法生活太快 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对亲情很忍误的人 是 像刚才有个老师说什么时候我们疯狂 但其实有些说 没有经过他 你再哭不下钱他一下 没有人跟我一样能感动身受 母亲的生病离世 父亲留守家中 都是张先生挥之不去的痛 离婚的决心 他异常坚定 他甚至认为继续维系婚姻 不仅大人痛苦 孩子也深受其害 他对孩子很凶 看着大包学 拿了个衣架 坐在旁边 那对一个小孩子 他是不是很有压迫感 他一产生硬血精绪 再加上青春剧 你怎么管 你不能说 你学是考什么 七华百大 那有时候我就吐产 我说你什么学校别 我酒吧 我也不用这么去要求他 我说你首先 要找到学习得快 这样就成绩出来 不要短视手 一定要考前三名 每科都是A 可不论丈夫如何 否定指责贬低自己 王女士依然在卑微挽留 你真正离不开她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想离开她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一家人 小孩一放暑假了 经常一起去玩 然后觉得一家人很幸福 就是这种幸福感 走不出来 李小云告诉王女士 再爱一个人都不能活得没有自我 没有尊严 其实你有的时候会过于的在乎她的感受 而没有表达你的感受 这会造成一个人对你越来越不尊重 在很多时候 该表达自我的时候 就是要表达自我 你骂我傻 就是不高兴 我们都是平等的人 你凭什么不尊重 如果她真心理调整不好 无论你是强硬 还是你不断的妥协 她都会离开你 那很多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给活得有点自尊呢 对 我希望你自己要有一个自我价值感 你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太差了 我就给你提的建议 就多学些东西 学点新东西嘛 与时俱进嘛 很多东西可以向孩子学 孩子那新东西可多了 李小云建议王女士 先改变自己 再坦然面对婚姻的选择 那么王女士能听得进去吗 经过一个小时的密室调解 双方对于婚姻的去留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们又是否能够接受 并且尊重彼此的决定呢 密室之后 马上揭晓 我们从密室出来了 两位 这个时候有什么想法 张先生 我没什么想法 离婚 老师们说了这么多 有没有一点点感觉 不管我接受的 或者说不接受的 我都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我会自己去消化这件事情 你对王女士 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王女士 能接受吗 我尽力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随他 尊重他 谢谢 调解的最后 张先生还是坚持离婚 面对丈夫的离开 王女士没有在卑微挽留 而是尝试接纳 并勇敢迈出 自我改变的第一步 愿王女士明白 婚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只有两个人相互尊重 才具备平等对话的基础 只有夫妻俩彼此欣赏 才会认可对方的付出 包容对方的一切缺点 这样的婚姻才能够幸福长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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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